字幕提供《Helder Scalder》 剛才提到的《Helder Scalder》 就是這本書 25年版 你看看《Rating》相當得人驚訝 是96045個《Rating》 書的評價相當高 大家如果想鑽研《謀殺案》 這本書必看 我認識香港的公共讀書館 完全沒有這本書 我借了這本近年寫的 起碼相片本身挺有趣 你看到這張照片的封面 當然是主角文遜 但小時候也算帥 很可愛 看不到日後的樣子 當然 日後未變成這樣 日後是另一個人 這個封面的過程 其實上是相當有趣的 因為後面涉及到 譬如說我們去講 跟澳母真理教的 比較的問題 這個文訊的成長過程 事實上跟很多罪犯一樣 破碎家庭 自小就出入在懲教所或監獄裏面 在懲教所的結交內 他做了一件事 他看了一本書 這本書在美國相當性銀 就是Dell Carnegie那本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如何結交朋友及影響其他人》 這本書很正路 很多人都看過 其實是一些路生常談 例如我們如何認識別人 我們應該主動 但另一個當然是重要 我們今天也是相當重要的主題 就是他在監獄裏面接觸過科學家 文說其實他相當深入地研究這件事 即是說在科學教中 一些基本的對自己的心理狀態的認識 他在監獄裏面相當投入去認識 而且是可以學以致用 可以提升自己 第三件事就是他在監獄裏面學了彈結他 很奇怪 他學彈結他很快上手 也懂得自己作曲 所以他出來監獄之後 由於當時B圖四頭四 即是可以說 我們今時今日都不能親身感受到那種氣氛 是全球的青少年為之瘋狂 他亦都是一份子 不是全球的 內地也看不到 蘇聯也看不到 蘇聯也沒有 但是他自己想著 雖然我是這樣的 但是我出來之後可以成為這個歌星 甚至比比比比特斯更狂 當然他吸收了科學教 其實他也懂得做一件事 就是 怎樣去追求女 以及怎樣令到他們成為一個 更加信套 他洗腦之後的工具 工具應該比較合適 而且似乎他相當成功 但是問題就是 第一件事 他是一個慣匪罪犯 甚至有一個評價是怎樣 這個人自他小孩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一個天生的罪犯 一定是好事不做 只是做壞事 而且是越做越嚴重 但是他可以擺出一副善良的面弄出來 第二件事就是 他是一個矮子 特別在美國 是五尺四寸高的 你看他的樣子 又不可以稱為英俊 但是很奇怪地 就是出來監獄 走到加州之後 真是很容易認識到人 其中一個他打了上路 就是這個Bitch Boys Bitch Boys今天又是 說出來又不是太多人認識 沙灘小指 在那個時候 是美國 就是一個相當流行的樂隊 譬如Surfing USA 很多隻好紅的歌 當時都是這隊樂隊 出自這隊樂隊 甚至拍過戲 最近 最近 這兩年 他認識到其中一個 作曲的主音 就是Briane Wilson 而竟然被他踏上路 踏上路之後 他就利用這個機會 嘗試進入荷里活的唱片界 竟然 由於他的歌曲 不是太差 可以差不多做到這件事 而不是太差 其中一個證據 是來自一位 我們今時今晚都很熟悉的歌手 叫New Young New Young 在他回憶錄裏 他直接接觸過他 聽過他的歌 覺得不錯 他覺得不錯 其中一首歌 竟然錄了唱片之後 曾經上過流行榜 那首歌 現在在YouTube聽得翻 就叫做Cist to Exist 即是不再存在 這首歌 就被Bitch Boyce 用來做另一首歌 叫做Never Learn Not To Love 但用了這首歌之後 其實Bitch Boyce 是沒有給他 當作主音歌 當作主音歌 當作自己 他就很生氣 但問題是這首歌 雖然在南方 但不是上到68位 是最高的 接著 文訊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 最初他想著 我又做了教主 我又跟著 如果可以打入唱片界的時候 我可以做一個超級巨星 但結果在這件事上 後就是太了Q 他跟著就想著另一件事 就是 不如我可否貼另一個人 去做這件事呢 結果是貼了另一個人 但現在起碼 我嘗試給大家看了一件事 就是 這個文訊 即是他有一首歌 其實大家現在在YouTube上 都找得到 以及 是可以 聽一番 即是看得到的 這首歌是 他自己錄了 即是現在可以 在這裏 即是看得到的 是 那他呢 這個歌 應該是在 六十年代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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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呢 就是他 即是貼不到這個Bitch Voice的時候 他就貼了另一個人 就是叫做 Terry Terry Belcher Terry Melcher 那這個人是什麼來頭呢 這個人 原來就是以前 和你會一個 可能幾圖都有印象的 就叫做 就叫做圖麗絲代 當然有印象 那如果你有看這個 希治閣那套片 應該是不是這個 999電話情殺案 好像不是 M for Murder 不是M for Murder 不是M for Murder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的 戲名 是 那戲名我待會找給大家 那就是 後面這個 這個人 Terry Melcher 就是 陶麗絲代的兒子 嗯 他原來 二十幾歲 已經做了這個 唱片監製 就是 在唱片監製時候 這個 白金唱片 和金曲 圓圓不絕 那個 就導致 其實他是 這個荷里活 隻手可熱的 唱片監製 那 他就 文遜就希望 黏著他 就可以 搭順風車 但是這個人 很聰明 我查到 陶麗絲代的 那個 希治閣的片 我看過 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 他這個 這個 Terry Melcher 跟著 就灑了他 你的歌 可以的 不過 不適合我用的 結果 文遜就失落 失落之後 跟剛才我們第二節說的謀殺 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 波蘭司機 和薩克朗蒂 住間公園 原本是這個人 那你想不想到 那個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 最初要想著 是要殺這個人 即是 跟他這個 不讓唱片合約 他 不肯簽他這個 實際上 最初那個動機 是想先打倒這個人 但是這個人 命大 怎樣呢 他住了 他不住 他就搬了 搬了 下一手 就是波蘭司機 和老婆 就選了這間屋 去住 所以整個謀殺案 其實不在於 波蘭司機 和沙朗蒂 自己本身的行為 裡面做的事沒有關係 是因為這間屋 是因為這個人住過 即是他不被 跟波蘭司機簽約 他就懷孕在心 但是他去到 這間屋之後 文訊自己上去的一次 就在1996年的3月 就已經知道 這個 他要報復的人不在 但是就不知道裡面的屋 是什麼人 只是知道他很有錢 和知道他出名 但是去到這裡 其實 文訊的想法已經不同了 不是跟以前順利報復 就是覺得要做一件 很轟烈的事 要給美國的傳媒報道 跟著他們 整個案件 就成為美國報章的頭條 這就是他的動機 但是他醒目的地方是什麼 他從來沒有自己下手 整個謀殺案本身 包括那天 1969年的8月9日 和8月10日 他全都沒有下手 不過他做了一件事 事發之後 就是8月9日 就是謀殺了沙朗蒂 和其餘的人之後 那些人回來報給他 是怎樣怎樣怎樣的 他覺得不多恐怖 是自己走到現場 再撿過他 就是那些 譬如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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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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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就開始慢慢有這些東西出現 因為如果沒有那個叫做新聞的報導 沒有一個叫做完善的追求新聞的條件 你會發覺它不會有那麼多做作 在整件事裡面 這個現在你會看到 我們會去研究表情文信一類的案 裡面牽涉到傳媒的勢力 傳媒的力量是在哪裡 這個你會看到它變成了立體化的看法 所以我自己有個推測 例子就是跟希特拉比較 當然沒有希特拉那麼厲害 但起碼他都畫了一塊東西 希特拉考不到進維也納的藝術學院裡面的建築系 所以就從政 他拿不到唱片合約 他就搞邪教 他何解會這樣呢 因為他想這件事完結之後 他有一種公開的方式 而這個公開的方式 令大家眼前一亮 等同他作一首好的歌 一個好的作品 這個就是他做到的地方 但問題就是他很厲害的地方 他不用自己做 他一點人都做 那他是製作者 那些是演員 那些是演員 甚至是很醜的樣子 甚至是很醜的樣子 他的眼睛是蒙的 是視障的 就是視障 第三個不是很多教育 但是他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是在澳母真理教裡面 其實是很多專業人士 譬如有醫生 又是這些所謂的 科學專家 甚至有律師 他那個情況也是一樣的 就是他自己本身受的教育程度相當之低 在監獄裡面出入入 但是他扮起上來的時候 他可以說到很多 好像很有哲理的事情 尤其是對女性的心理狀態 某種女性的心理狀態 尤其是對年輕女性的心理狀態 他掌握得相當之準確 所以他在家裡 他嘗試去結識別人 很簡單 是搭散就可以了 搭散到哪個程度 就是原來很多這些 都叫做有個相當教育程度的女性 是被她均倒的 被她均倒之後 做些什麼呢 接著可以出去勾搭其他男人 還有回來可以做另一件事 就是大家一起去食物一樣 一起對討 以及一起是群組性 就是群組性就是集體性交 搞完一堆 而民訊的厲害地方 就是可以令女性灌輸一種思想給她 就是我們現在集體性交的時候 你是要來者不拒 即是凡是男人 他要跟你搞的 你也要讓她搞 慢慢他們可以接受到這件事 你覺得她整個教內的活動 等同於中世紀的山中路人 是 因為這個應該我們會說的 就是她跟科學教之間的關係 以及William Berroff之間的關係 這個幾度都沒有遇到的 但是原來是有拉囊的 那個特別的情況是怎樣 當然她當然有些符合 她說自己其實是耶穌在世 她就會被釘十字架 那些女性和男性也相信她 但是她在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我不知道看你解釋得到 就是當這些人 男男女女入面 這個公社入面 去搞一堆的時候 就很多人有了性病 她都有份搞 不過她沒事 那你怎樣解釋這件事 看看她搞哪裏 搞哪裏都會有 你這個就很難說的 還有她現在那個 基本上我覺得是一個說法 我的資料不足 她這樣說的時候 都不會變成了 在那裏變成了 是她這個邪教裏面的 一個很要探討的現象 為什麼個個有她沒有 還是你覺得 那個是細菌的傳播呢 是的 她這樣的 她當然她平時有很多行為 令到這些教徒去信服 但是她在教徒心目中 她好像真的有一些 超乎常人的力量 其中一件事 她都很聰明 她經常圍著一群人 就是大家庭 她是彈結他 她是唱 這個時候 這個其中一個女的 這兩個 現在在鏡頭才看到 都是她的女信徒來的 到現在還在監獄服刑 還未出來 她們事後說回 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她就說 其中一件事 她都很聰明 就是大家圍在一起吃迷惑藥的時候 每個人吃這麼多 她自己也吃少一點 變成每個人都回應的時候 她就稍為清醒那個 很多這些事 她久而久之 就灌輸了一種 全面控制的一種能力 在裡面 這個就跟奧母真理教 我覺得是可以比較的 但問題就是 奧母真理教的殺傷力 是比她強大 因為那個是搞到整個東京出事 她這裡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 她最初做的時候 她都不會跟奧母真理教 想做一個比較 我想她現在在這裡做的時候 她整件事 你會看到 她都是一個目的 那個目的就是 在一件案子 就變成了 好像令她很光亮 在那裡 反而你會看到 她最特別的就是 她不忌諱 因為被人知道 開始的時候 行空的這班人 就是她們的團員 因為留下了很多人 已經不是人 在她控制之下 這班是機械人 或者是工具 而她們的 你也會覺得 這樣她爆出來的時候 她不是部署 即是說 做完之後 我們躲在山林 要走 離開美國 她根本 做完之後 這天天天曝光 我就出名了 如果她出名的時候 你就會拘捕我 我已經完成我的任務 所以剛才幾條說的事情 事後也有一些證據 譬如剛才在鏡頭 看到這班 日後被她拘捕了 每個人好像 很鎮定 很鎮定 我做這件事 是一個很明正言訊 還有她 因為當時被拘捕了 她的信徒 當時被拘捕了 她的目露空光 也是挺厲害的 即是她被拘捕了 她這個是一個演出來的 是的 真的是一個演出來的 因為她看到 攝影機是放在哪裡 然後她給了一個 她最好的形象給你看 是的 譬如她被拘捕了之後 跟這班信徒是沒有接觸的 但她黑了那個十字架 反慢 她的成員都跟著做這件事 還有在那個審訊外面 她仍有那班信徒 是沒有抓到 即是沒有抓到 是在外面支援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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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跟澳母真理教 那個功力 即是可以 不相不重 可以比較 剛才幾圖提到 就是她這種表情 譬如現在這個 這個表情 究竟是她 發自內心 還是她 真的有這種 練習 她有很多這種 很厲害 鬼馬 她不僅是鬼馬 我想你近距離 你真的 有一點點心寒 那問題問你 這個是扮出來 還是你覺得她真的 裡面有這些東西 這個最主要 就是想知道 她 她是在哪裡 是不是有人 教她 是用這個 因為那種 都叫做 Perform 表演的形式 你會看到 就是 阿文信 她有很多時候 當她抓了 那時候 她會對著銀幕 她留下了很多 這些 這樣的 圖出來 變成了 跟她那個信徒 溝通的 一個很好的 渠道 如果你說她在香港 我就知道 她可能有無線的 演員班 她出來 但是如果她 無線的演員班 怎麼那麼厲害 不是 劉方剛很厲害 對她的演出 你會看到 為什麼我不是開玩笑 我想她在監獄裡面 有一群高人 那群高人 未必是 未必是完全沒有動機 看到她的小孩子 教她的那些 教了她 很多叫做伎倆 而那種伎倆 就是 你上台時的伎倆 是怎樣的 換言之 她實際上 已經當作日常生活 是一種戲劇 對 一種演出 而且 我覺得 大家去研究 文訊 這一群 和美國的 聯合殺手 其實我們有一個 我們找到一個方向 非常之 獨特的 因為 他們覺得 是不是這個 其實基本上 不是散散亂亂 原來是一個大集團 在那裡 引辱這些人出來 是用一種社區 而這種社區 就知道 比如有這種社區裡面 就會有這些年輕人 這些年輕人 可能她的家裡 就不太好 爸爸就經常有暴力 為什麼 因為她是白軍人 回到來的時候 有很多事情 受到不好的待遇 打老婆 又打兒子 令到兒子的心理 就是有個反常 然後她大了 可能她會離家出走 可能整個過程 你現在發覺 為什麼這麼多 令到人都會懷疑 是不是一個孕育 是啊 對 紀圖說這件事 就是正正 第四節要說的 我們也沒有夾過 不過她說這件事 正正 我事前也有想過 不過對大移民 就是 咦? 這宗案本身 看過這些人的行為 後面是否有另外一個 更加大的力量 去衍生這件事 我們第四節回來 就會講講 好嗎?